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林英豪电台经常在移动当中 每一个地方都不会停留很长的时间 每次发报时间也很短 而且没有任何规律 所以我们才下决心打掉的 到时候军局首长会派陈亮 带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来支援我们 你们要好好配合一下 陈亮 局长 您不能总把我们两个人 放到一项工作当中啊 那有什么办法 任务这么艰巨 再说 你不是我们公安局 最优秀的侦察员吗 你打算怎么开展 我研究了你们以往对 01号电台的追踪记录 我觉得还是有规律可学的 林荣 他们夜间发报的次数都比较多 我们军局首长已经批准了 我可以动用全区最好的监测仪器 我想把整个城区分为六个大区 从今天夜里开始 对全市进行地毯式排查 只要他敢发布 我们就能够确定他的大概方位 然后再把六个小组 集中在这个可疑的区域当中 我相信能够找他 陈亮 既然你夜里排查 今天晚上我就不去了 为什么 你别忘了 咱们还有个儿子毛毛呢 已经连续三天了 一到晚上米雪方米医生 就到咱们家去 我想从今天晚上开始 陪在毛毛身边的 应该是我不是他 今天晚上小高配合你 那我同意 那我同意 你怎么进来的 你放心 也会有人在哪里 你这样子 我都教他 什么东西 在岸边 我扶不认他 我扶不认我 可疑现在就把我杀了 你别说笑话 毕丁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我的孩子 可你知道吗 妈妈现在一个当解放军的爸爸 和一个当公安的妈妈你知道吗 这些跟我没关系 我现在要我的孩子 我要把他带走 在这之前 我必须要每天都看见他 你的脑袋真是出了问题了 也感谢你 如果没有你的话 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 我答应你 我需要三天时间 在这三天里你必须保证 我老实实地在这家夜里 当好你的迷迹上 你也不能去见毛我 黄黄 怎么了 为什么不好吃饭呀 爸爸说的不算数 爸爸怎么了 昨天晚上我出去的时候 我跟爸爸说 要是米阿姨来了 等他等我一会儿 他根本就没说 不是这样的 米阿姨有事 她就是路过咱们家 她放下小儿叔就走了 妈妈没有骗我 妈妈是公安局的 怎么会骗人呢 吃饭 妈妈 你说米阿姨今天还会来吗 到这儿上回来 别服了 我第一次了 我就是在那儿上回来 我 solution了 我怕你 但是我们把我楼子 给你换走 你 我都拿来 玩 我 する 等一下 你去C区 我回医区再排查一遍 是 陈总部 这一期太先进了 我们公安局要有一台就好了 他怎么突然觉得 这么吵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 为什么 这东西这么厉害 还查不到他们01号电台啊 第一 敌人01号电台始终在移动当中 其次 咱们采取这么大规模的行动 难免敌人有所察觉 是 特务太狡猾了 他们不可能问不到风声 通知哥小总 半小时之后和我们会合 是 妈 我想请你一件事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说话呢 李正 说话 报告 妈妈 我想请你一件事 说 时间已经过了 米阿姨今天肯定不来看我了 你能不能带着我去医院 看看米阿姨啊 为什么呢 因为米阿姨送了我礼物 我还没有谢谢她呢 妈妈 我想去看看米阿姨 好吧 您好 请问米医生的宿舍在哪儿 就在那儿 谢谢 谁啊 米阿姨 毛毛 你怎么来了 毛毛说 要来谢谢你送她的选儿书 谢谢米阿姨 我可喜欢那本书了 你昨天为啥不等我一会儿 你刚走我就回去了 昨天米阿姨有事 所以就走了 进来吧 进来书 来 我就不进去了 刚好有一同事 在这儿住院 我去看看她 哦 毛毛 只能玩一个小时 时间长了影响阿姨休息 明白吗 明白了 那我一会儿来接她 好 再见 再见 我想改变一下思路 今天夜里放弃对城里的排场 把重点放到市区附近的乡镇 现在我来重新分配一下行动路线 我是公安局的我叫石云 好好来 走走走啊 我呀刚做完手术 就没想到方院长这么晚了还在医院工作 这点的话呀 你看 你们不也都在忙吗 我可不是来工作的 我是来看一个在您这儿住院的同事 顺便过来和您聊聊天 聊天 对呀 上次在我们局长办公室我们见过面 您和米医生一块去找我们局长 石云同志 对对对对 想起来想起来了 方院长 我和陈亮啊 对米医生有点误会 把他误认为另外一个人了 给您添了很多麻烦 也给米医生的工作呢 带来了很多不便 我们已经正式向他道过歉了 今天呀 也正式向您道歉 我说石云同志啊 就这么点小事 你看你 何必那么认真呢 方院长 我想顺便打听一下 米医生的业务能力怎么样 业务能力 业务能力 很好啊 而且他的技术水平很高 在国外读的一科大学 他有很多先进的东西啊 都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爸爸和妈妈 谁对你更好一点呢 也要好 钥匙一定有一个第一呢 兵力也第一 你妈妈教你怎么说的吧 不是 是我自己想的 要不然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 真的有人这么问 那米阿姨问你一个 好回答的问题好不好 是妈妈对爸爸好呢 还是爸爸对妈妈好啊 是 妈妈对爸爸好 为什么 爸爸还有个阿姨 妈妈什么也没有 还有一个阿姨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跟你说过的 那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个阿姨 爸爸对那个阿姨挺好的 她经常去看那个阿姨 有的时候带着妈妈和我一起去 有的时候带着我去 有的时候自己去 妈妈不在的时候 我经常看见爸爸对着阿姨的照片哭 哭 对 为什么 我好几次都看见爸爸流了眼泪 我问他为什么哭 他说他眼睛有毛病 风大的时候 就会自动流眼泪 米阿姨 嗯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见到你的时候 就不陌生吗 就是因为我经常去看那个阿姨 爸爸每一次都让我好好看那张照片 所以你一出现的时候 我还以为那个阿姨活了呢 萌萌 如果那个阿姨真的又活了 你害怕吗 米阿姨跟你开玩笑的 吃个苹果 谢谢米阿姨 你 黄先生 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 我跟陆家请了假 照您的意思 我今天去看了他 他好像很乖 一直待在宿舍里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 那个叫石云的女公安 带着孩子去找了他 黄先生 我一直很崇拜您 您做事果断 判断准确 可是 您在这件事情上 太感情用事了 黄先生 这个事情 必须解决 对 你想教我怎么做吗 不敢 但是 黄先生 如果事情发展下去 恐怕 您要是有点事 那 那我们所有的人 都将不复存在了呀 是 必须解决 只要那个陈亮死了 这事情就解决了 现在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不相信 现在的米雪芳就是米雪芳 可是 为什么不解决米雪芳呢 那不更容易一点吗 不行 他有了一层特殊的身份 他隶属一个 洋鬼子的国际间接机构 连我们总部的人 都不敢轻易地说要消灭他 可是 您不是经常说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吗 她是我爱过的女人 我这一生中 唯一一个爱过的女人 我是你的长官 我知道该怎么抬除 我们面临的危险 上面要求我们 做一点大的事情 扩大国际影响 正好 让解放军的战斗英雄 高级军事参谋 粉身碎肯 这事不算下了吧 师姐 师姐 太神了 你们家陈仓谋真是太神了 瞧把你给乐的 怎么了 我们在市区排查呀 注意保密纪律 是 师姐 那咱们到局长办公室回报报 走 我们本来在市区排查 可陈仓谋突然决定放弃市区 我还纳闷呢 她把队伍分成六个小组 让我们排查附近的乡镇 01号电台刚一发报啊 就被我们给逮着了 太好了 没想到陈仓谋一输码 这么快就找到目标了 你说说在哪儿 陈仓谋让我告诉师姐 就说是她失足的那个小镇就可以了 失足的小镇 就是那个闹鬼的小镇 陈仓谋人呢 自然里面的小镇 报告 我上次负责排查过的地方 没有任何变化 住户还是那几户 那个唱歌的老大娘 正在吃早饭 还没有开始捕鱼网 陈三毛 报 我以前负责排查的地方 只有一处有明显的不同 以前一直关着门的 一个镜子厂 现在有工人在干活 什么镜子厂 就是把大块的镜子 切割成各种各样 小镜子的厂子 厂里有几个工人 两个 一个老的 一个年轻的 你找个合适的位置 继续监视这个镜子厂子 那不要让两个工人发现 是 那我呢 我给你个好活 你去守着那个唱歌的阿婆 陈三毛 估计他快开始唱了 陈三毛 他愿意唱就让他唱吧 犯不着看着他呀 你看 我比较擅长跑 要不我 好 那我去 不不不 我 我去 别睡着啊 是 来 出去抽个烟那吧 好 来 啊 停 救命啊 我愿意看这些 多的 不愿意看我 送店子 这么好 都嫌疼我 神疼我 都嫌疼你 这么我愿意看我 你不愿意看我 心疼我 你不愿意看我 爱我我愿意看我 怎么办 跟着他们 注意距离 是 咱们这菜是太苦了 这要是天几天 我非得变成金花婆婆 你发现没有 他唱台唱曲实际上就是四五句 行啊你 连他唱的什么你能听得出来 那当然我是本地兵 我把这事给忘了 你跟我说说 他唱的是什么 今天上午来了几个解放军 他听得挺仔细 会不会是 我们昨天晚上发报的事被发现了 放心吧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那个单官的在不在 来厂子的都是展示 最大的是个班长 那个单官的一直在镇子里都拽悠 黄先生 那个 要不要转移电台呀 不用 今天晚上 还有非常重要的文件要发出去呢 安全方面的事 我全都考虑好了 那这样吧 今天下午 我亲自过去的 好 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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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况 我的耳朵又出毛病了还是怎么了 才没听见老太太唱鬼歌啊 快看 我还见过 乖乖 给这么多钱 你在这儿盯着 后队 来了 你怎么知道是我 你是我老婆吗 一宿没睡吧 怎么不回家休息休息啊 我让战士们在这儿蹲手 我回家 想你了 真是难得 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让咱们俩在这儿好好待遇我 我昨天 算了 不说了 说半句话 这不是你的做法 我是不是太不像一个女人了 谁说的 我了解我自己 我太像一个军人了 你十几岁就穿上了军装 不过军装不会影响你 做一个好女人 你不会是在安慰我吧 我昨天 我昨天带毛毛去见米雪芳了 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叫她米雪芳 你不是一直认为 是毛毛 毛毛提出来要去见她 毛毛虽然不知道 刘梅就是她的亲生母亲 可是如果米雪芳不是刘梅的话 毛毛为什么会对她有那么强烈的好感 我问过医院院长了 我问过医院院长了 她说米雪芳医术不错 刘梅不懂医 可这并不矛盾啊 六年了 在国内最好的医科大学五年一夜就毕业了 更何况 刘梅文化基础好又决定聪明 你说的有道理 一九四九年底的广州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我虽然是亲眼看着刘梅下葬的 可是 我没有看到的 也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 六年了 六年了 是 六年了 师爷 这六年 是你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 是你给了我和毛毛最无微不至的关怀 你给了我你全部的爱 即使米雪芳真是刘梅 别说了 我不敢想 我还是希望她不是 不管怎么说 我爱你 这话 我好像 只有在小说里看到过 这是我的心里话 这是我的心里话 叫我呀 叫我呀 是你啊 你怎么老跟着我呀 看看你去哪儿啊 我回家呀 怎么 我犯什么错了 没有 我就是想看看 你还给谁送钱 送钱 我没给谁送钱 没有 是你忘心搭呀 还是我看错了 这么快就现行了 我还以为得多费点嘴皮子呢 你跑啊 跑快点 快点 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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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去 跑 走 你不是挺能跑的吗 跑啊 我跑不动了 我坦白 坦白什么 那个钱呢 那是我二舅给我的 他让我每个礼拜 给那个老太婆送去 我就贪污了一半 剩下的 我都给那老太婆了 你二舅和他什么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为什么给他钱 那他 他让他招魂 招魂 就是唱里的客人 他奶奶的 原来是你们搞的鬼 走 走走走 这两天也没有时间 好好跟你说说话 发生了很多事 我都想不明白 连丁局长都说闹鬼了 这鬼居然闹到咱们家来了 你是说你雪芳 不 除了他还有一个人 就你从这儿拴下来那天 我在监狱里提审了一个犯人 他是从海那边游过来的 很不配合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交代 不用 可是他居然说出了我的名字 如果是一位 可以 不 你 人 有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辛苦了 就怕他们到时候不把那辆车停在那个地方 我都安排好了 放心吧 今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 准时把这份文件发出去 等那边爆炸之后你们再撤退 他们一定忙着救人顾不上你们 赶快上去吧 时间长了 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的 天黑之前不要再下来了 是 是 你二舅叫什么名呢 在哪儿工作 我叫他二舅 他倍增高 其实他跟我年龄差不多 他可是个大干活 官比你们还大 你有多大 在第二监狱 当后警保障科的科长 叫什么 刘向毅 副科长 是副的 已经死了 什么 不会的 前两天我还倒在监狱去拿钱呢 夏小六 押下去 是 陈灿蒙 要不要让他跟老大娘说说 让他别唱了 为什么 唱了 你刚才抓他的时候没人看见 没有 注意保密 是 走 不是 我二舅他真的死了 走吧你 不许说话 看来这个小镇 还真不简单呢 我就是在这儿遇见的明雪坊 他深更半夜跑到这儿来 太可疑了 密地马上就要结束了 走 走吧 他全部怎么进行 闭道 很进行 看他 很这样 十分钟 刚刚整理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他们 陈探某 今天晚上的行动 我们公安局的通知 统一听从你的指挥 执行这次任务的关键 是对敌人电台位置的监测 夏宇了 到 一会儿你手在车上 完成对零一号电台的准确定位 是 陈探某 万一有头想要逃跑怎么办 我知道你跑得快 可我刚才说了 这可是今天最重要的工作 那你不愿意我安排别人 别 保证我这儿肉 摄影棚 抓捕工作由你负责 你先和我的指挥车 保持一定距离 我的车一旦停下 就说明敌人的电台位置已经确定 最后你们就靠上去了 我想人多了也没有什么用 你 小高 牛壮壮 你们三个我想足够了 牛壮壮 到 安排其他同志 把整个人的包围起来 绝不允许一个特务抛掉 是 回来去 外衣敌人的电台今天晚上不发报 全体同志远路撤回 不许大早停舍 明天继续遁守 是 小高 分配一下我们的人 配合他们 好 你觉得 今天晚上就可以完成任务 我也闻到了战斗的味道 待会儿你要小心 我又去认识 找我 找她 找她 快 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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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 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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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我心情 雇你的东家派我来的 那你就跟东家说 这事情啊我都办好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您放心 三几年我在东北开铁荒 我就专门鼓到这炸药 这我就放心了 需要帮忙吗 需要帮忙吗 有你这样的身手去给人家当保姆 真是可惜了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一直跟着我 你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 你是人是鬼 别装了 黄先生这是在干什么 今天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 跟你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按级别我是你们的长官 我来了这么久 黄先生一次一次地耍我 告诉你 我烦了 反正黄先生喜欢让我替他杀人 多杀你一个我无所谓 来 这老头死在这儿太孤单了 你跟他救个伴吧 爹 我要知道 行动的全部内容 加热 有点心 二峰 二峰 太孤单了 我不在心 限制 是悼褂的 我好想说 好了 是你 我也不是 帮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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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和你一起去飞 让梦把我紧紧的包围 我想要你幸福的眼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